巨型蚁穴到底有多大 一个团队曾经像一处蚁穴 灌注了十吨水泥 看到成名以后 在场众人都被战判到了 小小的蚂蚁是个典型的社会性群体 不同个体之间丰功明确 还能够相互合作 除此之外 蚂蚁还是优秀的建筑专家 蚂蚁巢穴的结构十分复杂 里面有很多分饰 不同的分饰有着不同的用处 为了弄清楚蚂蚁巢穴的结构 巴西一个团队曾经花费几个星期 用十吨水泥填满了蚂蚁巢穴 在挖掘机的帮助之下 一个神秘的地下城市出现在人们面前 眼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废弃的 企业蚁巢穴 路易斯带领巴西一个团队 准备向里面灌注水泥沙江 蚂蚁巢穴地下体积十分惊人 团队一直花费了三天的时间 才将蚁穴灌满 总共花费了十吨水泥 一个月之后 团队开始了挖掘工作 为了提高效率 在某些地方团队还动用了挖掘机 随着城墩的泥土被挖开 这座神秘的地下城市 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在场科研人员以及教授都被震撼到了 蚂蚁巢穴就相当于一个高度发达的地下城市 一道道高速公路 连接着功能不同的房间 大路连接小路 小路又出现各种各样的分支 蚂蚁巢穴虽然深邃 但是却有着良好的通风条件 运输路线都是最短的 看起来就像是一位别出心裁的设计师 亲自设计出来的 根据统计 这座蚂蚁巢穴占地50平方米 蚂蚁巢穴整整向下延伸了8米 团队总共向外发掘了40吨的土壤 蚂蚁巢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1920个仓石 其中有238个是真菌养殖场 建造真菌养殖场是切叶椅的特色技能 切叶椅并不是一种直接吃树叶的蚂蚁 它们会将树叶切成无数个小片 带回巢穴后将一种特殊的真菌 接种在叶子上面发酵 等到叶片上面长出蘑菇 切叶椅会以蘑菇为食 由此可见 大自然真是一个神奇的造物主 看似不起眼的蚂蚁 却能见到除令人叹为观止的复杂巢穴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